在台北都会区想要吃到一碗道地的古早味的碗粿在哪里呢 告诉您永乐市场附近有一家开了26年的台南碗粿 电影的碗粿不止这口感Q软 而且还塞满了梅花肉 香菇 还有咸蛋黄等等 加上老板特调的肉燥酱油膏 不少老饕一吃就上瘾 掀开麻布 热腾腾的白烟从蒸笼底下窜出来 一碗碗生他非色的花柜里头满满的料可是最道地的古早味 为了让顾客假咖也假霸 业者精选老旧再来你搭上普里香菇 梅花肉 再附上这颗金沉沉的咸鸭蛋黄 蒸上40分 让人一口可以吃进很多好味道 北部花柜是就是白色那种 吃它的那个酱啊 这个是本身就已经有味道了 像你们南部的味道啊 料实在啊 料实在啊 材料旧的再来米比较Q 新的再来米你如果蒸花柜起来会比较 感觉比较烂烂的 那个米香就不会有Q度 古早味碗柜Q软弹牙还吃得到浓浓米香 但要让碗柜更入味 除了淋上蒜油 老板特调酱油膏也是一绝 这是落造的酱 下去做那个碗柜的酱才会香 当然26年老店 碗柜传香 这碗大骨熬的香菇竹笋汤 也算是老板排胸脯的正殿之宝 排骨浸在汤里 糖供供 用料多的就像妈妈煮的一样 也难怪老店这么多年来还是死忠顾客的最爱 新闻中韩西正林 台北报道 于是